去年12月東奧組委會宣布 東京奧運整個賽事的開支 從去年的126億美元上升到154億美元 其中28億美元是賽事延後一年的成本 現在日本政府決定 這次奧運將以無觀眾的方式舉行 讓原本預計8.15億美元的門票收入瞬間歸零 為什麼在全球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日本即使賠錢還堅持舉辦奧運呢 即使根據國際奧委會和東京簽署的合約 在終止合約的章節當中 只有國際奧委會取消奧運的條件 而沒有提到主辦程式可以如何取消奧運 那為什麼國際奧委會不取消東京奧運呢 因為一旦取消東京奧運 將嚴重影響國際奧委會的營運 在國際奧委會的收入當中 有73%來自今年的奧運電視轉播權 價值40億美元 約新台幣1,120億元 還有18%的收入 來自國際奧委會的贊助商 一旦取消奧運 這些錢可能都要繳回 而國際奧委會的收入當中 還要分配給各國的奧運委員會 約5.49億美元 如果這筆資金出了問題 很可能衝擊各國的奧運委員會 如果日本要單方面取消合約 基本上風險和損失 將會落在當地組委會身上 但是取消奧運影響的 不僅僅是金錢損失 新唐人也在電視張淇琳綜合報導 在電視 FBI上的確信